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被当成了防疫神器 当时报导说 霍乱是饮用水脏引起的 又说霍辣胡菌在酸性环境难以生存 所以引发大量囤货 人们把淡珠汽水当水河 日本在19世纪末曾经爆发一场很严重的霍乱 那霍乱的爆发的情况下面 当时的医生就跟国民讲说 因为汽水它是瓶砖密封的 然后它的水是蒸馏水 所以基本上它不会有细菌 那你如果说担心 你会喝到不干净的水 那就喝汽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日本的汽水市场就打开了 日本人把淡珠汽水当水河 喝完淡珠汽水 取出的淡珠更是很多孩童们玩游戏的筹码 很多人都相信自己手里的这一颗淡珠 才是可以称霸江湖的淡珠王 但不说可能不知道 最初的汽水瓶里 放的不是大家熟知的玻璃淡珠 而是大理石 因为大理石的价格在当时比玻璃珠还要便宜 这样子卖家才有利润可赚 而在台湾淡珠汽水的由来 最早要追溯到日治时期 其实应该这样说 全台湾的第一家南部内工厂 就是在我们苏澳 在苏澳冷泉 发明淡珠汽水的人 同样也是发现苏澳冷泉可以饮用的人 名为竹中性警 他是第一批来台的军官 他发现苏澳冷泉的绝妙之处 中年常温22度左右 清凉泉水还会不断冒泡 含有丰富矿物质 人称他是苏澳冷泉之父 苏澳冷泉我应该这样讲 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有像我们这样的特性的冷泉 一个在意大利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苏澳 不过关于冷泉的发现者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最早发现的是台湾第一任总督华山之际 他当初是在西乡龙盛指示下 在1873年来到苏澳进行侦查 却意外发现冷泉可泡可饮 在早期因为大家会发现 在那个冷泉旁边很多蚯蚓的尸体 所以大家都认为 这个其实全血好像是有毒 所以大家都不敢用 后来有一个日本华山之际 一个日本人来台湾做一些军情的调查 他看到这个冷泉有下去这个浸泡 所以觉得很舒服 但是他后来就离开了 华山之际在日记留下了记录 但不论真正发现者是谁 竹中性警是第一位 将冷泉制成弹珠汽水 又将他称为南木雷的人 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竹中性警用的是苏澳七星岭山脚 泳出的水是东洋第一碳酸气体 岛人称冷泉泉 做出来的弹珠汽水别具风味 短短数个月就获得极佳的成绩 1922年甚至被带到东京平和纪念博览会的台湾馆里 展示它绝佳的口味 瞬间获得在场人士前所未有的赞誉 而百年后的弹珠汽水工厂已经转型观光化 弹珠汽水不变的是瓶声 它依旧是凹凸的曲线 这结构设计有着先人的智慧 而最早是由日治时期三大裁发之一的高桥游艺 从日本带来 制作弹珠汽水瓶子的气线 而它也在台北拓展弹珠汽水 它的生意打响了名号 越是老式的瓶子 它这个腰越明显 那么至于它这个瓶口的部分 有两个眼睛或者四个眼睛 那个都是为了要挡弹珠 因为以前没有吸管 那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弹珠打下去之后 就卡在这边 一面刻 然后如果卡住卡到瓶口了再怎么样 再放回去再来一次 再放回去再来一次 弹珠汽水的市场被打开 一场所谓弹珠汽水制造业的战国时代 就此展开 然而争议事件也层出不穷 因为早期的汽水 它是填充是用人工去填充的 人工填充有时候压力太大 整个瓶身是爆开的 那个非常恐怖 所以那种填充的部分 其实是一个风险蛮高的技术 就有这张老照片 卫生单位在远景陪头下清查摊商 放放瓶子看是否过期或含杂质 现代油的检验把关 老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存在 甚至弹珠汽水俗称胡瓜皮 还被列为明治时期十大打架武器之一 还有像是引起腹泻的食安问题 买弹珠汽水把瓶子带走 引发的消费者权益等等 问题真的太多了 日本政府干脆为弹珠汽水 颁布了台湾清凉饮料水 营业取缔规则 从生产到贩卖通通管 古早的老师傅将手工转动 制造弹珠汽水得翻转再翻转 从一分钟人工摇两瓶到机械量产 从一瓶卖五毛钱的奢侈品 变成了一瓶三十五元的怀旧商品 后来行销海外价格竟然还水涨船高 在美国弹珠汽水大概是 美金是两块钱一瓶 那么可口可乐大概是一块钱到一块半 那么在荷兰 荷台币 听说荷兰一瓶弹珠汽水 就荷台币大概两百块 但是他们照喝因为觉得好新奇 再看看现代机械量产 一样的翻转方式 一样像是在乘坐摩天轮 旋转一圈就可以完成一瓶弹珠汽水 弹珠汽水它最终的诀窍在哪边呢 就是翻跟斗 翻跟斗 永远都是在翻跟斗 翻跟斗的过程里面 你就要注意到进水排气 进水排气 永远是在做这两个动作 一代传一代 三代老板换标签 改评生 增加口味 力薄弹珠汽水的小众市场 也要传承老字号的光辉 这个就是叫南姆 那比较年纪大的它就是说要吃这种的 小朋友因为他喜欢这些动物 工厂就做一些动物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香槟葡萄 这个有颜色的这个是草莓 现今在弹珠汽水的起源地日本 年产三亿坪 中国大陆一千万坪 台湾不到十分之一 虽然只有百万坪 但量产速度却是堪称世界第一 现在全世界做弹珠汽水最快的应该是在台湾 单就一条生产线我们是比它快的 现今它已成为大家口中的古早味 只是这个古早味最远可以追溯到苏澳冷泉的发现 淡珠汽水工厂的建立 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对清凉饮品的管理方式 一瓶小小的饮料 述说了台湾百年来的饮料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ér转别洁